欧盟對外事務報發聲明提到南海局勢緊張 包括有中國大型船隻近期在牛額招集結 重申欧盟堅決反對任何可能破壞地區穩定 和國際秩序的單方面行動 敦促各方履行2016年南海重場案的裁決 按照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 由支持由東盟推進去制定有效、實在 和據法律約束力的行為守則 確保不會損害第三方的利益 呼籲各方為敲定守則而努力 中國駐安盟使團發言人就回應說 牛額招是中國南沙群島一部分 中方漁船近期在那套作劫和避風是合理合法 重申中方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 是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 是符合國際法 所謂南海仲裁庭 一開始就是建立在菲律賓的違法行為 和非法訴求的基礎上 中方不接受也不承認裁決 強調南海不應該成為個別國家 對華壓制打壓的工具 更加不應該成為大國競爭的國力場 頓促勾方尊重地區國家之間 妥善處理分歧 維護南海局勢穩定的努力 停止搬弄是非 挑撥離間 有線電視記者您進來報導 爆料 市真方 市南海 廿